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月9号星期二 前两天谈到中共用所谓M503 启用民航航线去禁逼台湾 把中国大陆同胞当成人肉盾牌 去海峡中心线的军事分界线去冒险 当时我说过每一次中共有一个扩张性的动作 都会激起周边国家地区还有美国的强烈反弹 结果今天美国就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 台湾旅行法实际上就对中共的反制 这个旅行法的出台 还有通过众议院已经通过 如果参议院通过 如果总统签署为法案的话 意思就是会解除几十年来 美国行政国防官员禁逐台湾的这么一个禁令 就是说美台双方的官员的交往级别将会升高 尤其是国防和行政官员的直接互访 所以这对中共是一个反制 好 我只是把前两天的节目补充一下 那今天我要谈的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内政 也有很多的新闻 很多新闻可以选 但是有的新闻可能在别的节目中要谈 所以我今天就谈一个新闻就是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到哪里去了 最近法国总理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 国家副主席身为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仍然没有露面 从十九大以来两个多月 李源潮只露面一次 就是在十二月二十九号年底的政协新春茶话会上露面过一次 象征性的露面 作为仍然在职的国家副主席 但事实上自十九大之后 李源潮就消失了 十九大召开 李源潮既没有晋升政治局常委 他没到那个年龄 他六十七岁 他是可以有资格晋升政治局常委的 但是没有晋升 最后连政治局委员也没当上 中央委员也没有当上 然后就仍然挂名国家副主席 之所以挂名是因为国家副主席这种行政职位 要到三月份 就是2018年的三月份 两会 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才会交接 但是作为李源潮国家副主席 按道理的是他有很多的这个露面的活动 包括会见外宾的活动 还有他也是身兼这个中央 港澳协调工作小组的副主长 包括前段时间香港特首 澳门特首到北京素质 按道理他都应该露面 但他没有露面 其他的外交场合也都没有露面 所以看上去这个前景不妙 先回头说李源潮是何许人 李源潮从表面上来看 他知道他是团派人物 是公亲团派出生的 实际上最早呢 他是一个 他的出生是个小太子党 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当过上海市副市长 所以是一个不高不低的这么一个高干家庭 所以他也属于这个勉强 各得上太子党 至少是红二代这么一个人物 那么他最早的出道是在共亲团系统 比如说89年1989年六四事件的时候 他是当时是团中央书记 主管报社宣传这方面的工作 其中就包括中国青年报 在89学生运动的两个月中 中国青年报是非常支持学生运动的 非常同情 这个报社也出了著名的记者 像卢岳刚还有李大同 他们是蹲点天安门广场 始终报道 一直到六四屠杀前 而且呢 这个是带头发起 这个舆论界 媒体界 发起签名信 这个支持民主运动的签名信的 带头的记者 所以中国青年报是当时是非常进步的 开放的 李源潮主管这个部门 另外呢 这个后来戒严之后 李源潮这个赶到这个报社和这些共青团的这些干部开会 很多都以为他呢 是要代表作为团中央书记 要代表这个中共中央可能要去发一些政治性的号召 或者是要求 但他没有 他只是很简短的叮嘱大家 说这个戒严了 要注意安全 说听到枪声就躺下 这个人身安全很重要 当时团中央这些干部就感觉到 他是很有人性的一个人 就强调的是安全这些东西 而不是什么政治这些东西 所以事实上 李源潮在八九年六四的时候 是被当成一个开明派 同情学生命动 同情这个民主诉求的这么一个开明派官员 所以在八九六四之后 他的仕途一度受阻 就是没有得到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提升 然后到处进修什么的 什么北大什么党校这个那个 一直到了 这个差不多要进入胡锦涛时代 在2001年的时候 2001年的时候 李源潮当了这个南京市委书记 江苏省南京市委书记 他当了南京市委书记时候 这个有一个叫公用事务局局长 什么朱志强 因为非礼餐厅女员工 他这个刚当了一个月的南京市委书记 李源潮是没有站在官员一边 他是站在民众一边 他立即处理了毫不犹豫的把朱志强等五名这个局级官员了 开除处理 所以当时马上赢得一个好评 后来他在2002年就是胡锦涛上任之后 这个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 2003年的时候 李源潮作为共青团派的重称胡锦涛看中的人物 就当了江苏省委书记 当了江苏省委书记之后 他有一些举动也是比较出乎意外的 跟一般的官员不一样 比如说2003年 当时江苏省有一个800万吨钢产量的工厂要开 但是受到民众的抗议 认为是污染 而且迫使要4000多名的工人要搬迁 甚至有的要住桥洞 要住什么窝棚 要住废弃的什么渔船 当然李克强又一次站在了民众一边 他是替这4000多个工人说话 那就是停止这个项目 果断终止这个8000万吨的 800万吨的钢铁项目和公司 据说是得住了很多人 再接下来就在2005年 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事件 就是江苏太湖污染事件 当时民怨沸腾 很多人起来抗议化工厂 结果李源潮就果断的下令 江苏省停建了2100多家化工厂 他说了一句话 在当时的江苏称为民眼 他说宁愿让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5% 也要保护太湖 他说这个要叫做回报大自然 所以这些举措都显得很不同寻常 然后在之后2007年 2007年他是江苏省委书记的时候 这个危机简历披露 他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和 应该是私下跟美国驻中国大使和议员 谈话的时候 他说了他在江苏省是率先推动政治改革 比如说什么万人平易 行政官员这些 而且说这个未来多少年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都应该是都会公开选举 选举产生 然后这个被危机简秘示威 就李源潮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人物 后来这个随着胡锦涛 这个因为是总书记 李源潮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这样在江苏省给人的感觉是政绩飞燃 尤其是据说上访率 江苏省原来是很多人去北京上访 在全国排名是前五名 所以李源潮主政江苏之后 这个上访的人 他的上访的排名下降了23位 就是民怨减少 所以受到一定的好评 当然也得罪了官场的一些人 当然李源潮他有共产党的那面去说 坚持所谓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不能动摇这些说法 也是跟美国大使有这些说法 李源潮在2007年 就是中共这个十七大的时候 就胜任为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而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 那就手握大权 他当了组织部长之后 帮助胡锦涛在胡锦涛任内 把团派的势力发展到 就地方上三分之二的 这个地方的 就是直下市 省市的这些领导干部 身为书记省长 三分之二发展的是团派人物担任 就到了十八大前夕 发展了这么个态势 所以可以说李源潮对胡锦涛来说是功不可没 那么这个胡锦涛任内 曾经有几年 谈过什么党内民主 这个有个胡锦涛有个资党叫郁可平 中央变运局副局长曾经发表一个著名的文章叫民主是个好东西 曾经试图谈民主 那李源潮是积极的支持者 李源潮是党内民主的积极支持者 当然还有汪洋等人 这个所以到了十八大的时候 中共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因为王立军出逃 因为薄熙来事件 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引发了一系列的震荡 这个震荡的结果就是 在推选政治局十八届政治局常委的时候 本来李源潮 62岁的李源潮和当时57岁的光阳团派的重要人物 都是入常的热门人选 但是却由于政治老人李鹏和江泽民联手阻止 说这两个人有改革派的倾向 同情六四学生 89年的表现不及格 所谓的立足这两个人入常 所以当时李源潮和汪洋是临门一脚 没能入常 而十八大的结果是江系常委达到四名 就是江泽民这个派系仍然在十八大取胜 说这个这个是发生的激烈的权料 错综复杂什么太子党 江派 团派 习近平 这些新人斗成一团 斗成一派 可以说你中意我 我中意你 非常复杂 那李源潮有一个色彩 就是他跟那个当时的中办主任令计划 关系很好 令计划是团派 是胡锦涛最信任的人 大内总管 中央办公厅主任 这个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李源潮是组织部部长 所以这两人显然合作默契 但是由于这一层关系 跟李源潮显然带来了不幸 因为另一句话 后来由于他的儿子意外死亡 又卷入了跟周永康 薄熙来的这个临时同盟 最后成了这个 也是反习势力的这么一员 最后在各种各样复杂的 这个包围于反 包围政变于反政变 这些种种传闻中 随着薄熙来 周永康倒台 后来令计划在十八大之后 也倒台 囊当入狱 进了秦城监狱 也是无期徒刑 所以这个时候就传出 很多对李源潮不利的东西 这个时候李源潮跟 令计划关系如何紧密 比如说李源潮如何的贪腐 这个现在习近平派系在放风 但是十八大之后 李源潮虽然没有当上政治局常委 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 而且是兼任国家副主席 说这个在外交上 是协助习近平 就代表一些中国政府 去出席什么重大的葬礼 比如说南非总统曼德拉 什么古巴领导人的卡斯特罗 还有这些其他一些国家的 这些领导人去世 他要去参加这个 还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 他去参加这些调研活动 所以亮相 也曾经到北韩 北朝鲜去参加一些活动 说是国家副主席的一个职能 同时港澳事务 他也是这个副主任 所以协调一些港澳事务 那么这个 但是有关李源潮的这个不利的传闻 是盛宵尘上 所以可以在过去五年 就习近平任内的过去五年 李源潮是非常的这个压抑 虽然没受到法办 没有落马 但是负面传闻是不断 所以这个尤其是他跟令计划的关系 据说习近平对他最不满的一件事 就是十八大前夕 说中办主任令计划组织部长李源潮 组织了一次党内平议 说操纵了一次党内平议 这个平议使这个团派的人居先 包括令计划 然后使这个习近平或者其他人处于不利的位置 所以这个就惹老了习近平 认为是令计划和李源潮搞鬼 其实这个令计划那令当别论 李源潮实际上在江苏的时候 他就经常搞这个万人平议 这个公众平议政府 说是平分低的这个官员就不能晋升 平分高的这个官员就怎么怎么样 说他已经在江苏有一些先行性的试点 当时他也得到了这个胡锦涛的这个首肯 所以对他来说 他觉得正好是作为组织部长 是理所当然的 是党内搞一些摸底的这个策研 至于这个党内的这种评估 这个真实程度有多大 那又另当别论 有没有造假 有没有这个参水 这个有没有各派系的这个利益考量 这个又另当别论 总之这件事肯定是 就是跟习近平埋下了心结 这个接下了梁子 彼此不合 所以说头一个五年显然这个李源潮属于一个被习近平防范遗迹猜忌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到了十九大 本来按李源潮的资格到了十九大 按照资格的话 他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局常委 再生一级 而且年龄来没到六十八岁 七上八下的原则 他是可以上的 他作为是很有资格的这个政治局委员 主管过地方大省 有当过国家副主席 主管过港澳事务等等 他完全有资格进入政治局常委 但是与权力斗争的大幅度的倾斜 倾向于习近平有利 对习家军有利 所以李源潮不仅没有生 反而是一无所有 政治局委员没有得到 政治局常委没有生上去 政治局委员没了 中央委员也没了 甚至命运不如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从新疆回来的这个 新疆那个自治区书记 还有那个不如这个原先的宣传部长刘其宝 所以张春贤 新疆那个书记叫张春贤 政治局委员 这两个人虽然没有当上政治局委员 也没生 但是还保留一个中央委员 做冷板凳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李源潮连一个中央委员都没有被安排 也就是说等着他走人 国家副主席显然在今年三月份就要交接了 一交接了之后 李源潮就是无关一身轻 成了一个普通的平民了 但是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说这个有的说是裸退 说那个李源潮是裸退 就说是卸下副主席之后 将会裸退 身无一职 然后成为一个平民 但是中共内部的斗争法则没这么简单 要想当平民都很难 不容易 那么这个记得文革中啊 这个毛泽东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 或者将要打倒的时候 已经把刘少奇从二号位置降到了八号位置政治局常委里面 被软禁在中南海 还时不时接受红文兵的批斗的时候 刘少奇找到毛泽东 说自己要吃去全部的职务 到乡下去当一个农民种地 就这么卑微的愿望 他没得到 毛泽东心里肯定是冷笑 你还想得到自由 当个农民种地没那么好 刘少奇的民运是被关起来 被押到开封地下室 最后蝉死在地下室 当成那个头号反革命 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蝉死在开封地下室 所以毛泽东绝不会让他好过 也就是你想当个平民是不可能的 而刘少奇在中南海被软禁和监禁的时候 限制行动的时候 他曾经跟他老婆王光美有著名的对话 王光美说要是坐了监狱 他们有孩子留萧萧吧 还小 我们就把孩子带进监狱去 就像以前国民党时代 共产党员做决议 有个什么狱中吃花什么的 刘少奇就告诉王光美说 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这不可能 刘少奇非常清楚 共产党的他们自己所制造的那一套 凶狠 残忍 惨绝的一套 就是你坐了牢 不仅夫妻不能见面 这个跟自己的子女也涌绝 说根本不存在 什么在狱中还夫妻团聚 还有孩子跟你在一起 那种情况 他只有在国民政府时期 对待共产党员 还有那样的事情 所以说刘少奇非常清楚 共产党本身 当然他是帮凶 他本身是帮凶 是帮毛泽东台上 红色皇帝的主要推手 延安整风 他非常清楚共产党内部 那种凶残的程度 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打造者 所以回头来说 这个李源潮 接下来他有几种结果 最严重的结果就是 唐当入狱 卸任国家副主席之后 唐当入狱 进秦城 又一位进秦城的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 到秦城去 成为这个影子内阁 第二中央的人选 这严重的结果 找一个贪腐的帽子就行了 有什么企业跟他有联系 中共的官员没有不贪腐的 没有不拉关系批条子的 那么只要找到一个 他就完了 身败名利 秦城监狱 跟这个令计划等人殊途同归 第二种结果就是 如果说一时找不到什么 或者说不太能够凑够那些罪名的话 这个就可能是也是要软禁监视 平民不是那么好当的 当不了一般的平民 可能要软禁监视 因为这个中共当局会想到 如果不软禁不监视的话 他万一叛逃了出国了失踪了怎么办 还有一种 当然还有一种结果 就是要判断 在过去五年 在这个过去五年的激烈权力斗争中 显然这个 李源潮不被习近平所信任 或者说 这个这个这个被习近平所防范 但是要判断一个关键要素就是 李源潮有没有参与政变 有没有参与一些谋话 比如说孙政才的 这个或者是房峰辉 张阳杜言恒等等等等 各种官的官员周本顺这些人 这有没有参与一些谋话 反习倒习的这些计划 如果有参与的话 肯定李源潮 那就是这个不仅要被铛铛入狱 而且要被判处重刑 基本上就是无期徒刑 但如果说过去五年 他只是跟习近平不咬拳 习近平对他不信任很防备 他并没有参与这些这些政变阴谋 也就是并没有这个所谓 篡党夺权的企图 所谓他们所谓的政治腐败 或者是政治野心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那这个他有可能有一定的软着陆的空间 比如说跟他安排一个什么 这人大政协的一个闲子 这个什么某某小组的副组长 像刘源那样的角色 打发了 但这样一个安排对李源潮本人显然是个羞辱 所以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 那又另当别论 所以李源潮的这个失踪 这国家副主席的失踪不是一件小事 有个国家副主席从19大之后 这个职务还在身上 但是人就失踪了 只露面过一次 一言不发的露面了一次 这个情况就很严重 在历史上有什么呢 就是作为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突然失踪 1971年9月13号失踪之后 中共是不报道 一直到1972年初 毛泽东会见在陈毅的追悼会上 陈毅一个元帅陈毅 在追悼会上 毛泽东对西哈鲁克流亡在中国的柬埔寨 柬埔寨国王 西哈鲁克说了一句话才曝光 说陈毅是忠于我的 另外那个人不是 他叛逃了 摔死了 说的就是林彪 把这个西哈鲁克吓得是木登口袋 所以这个后来才陆续传达 这个林彪的这个死讯 说全国都大吃一惊 然后这还有个消失事件就是当时华国锋 华国锋是毛泽东之后的过渡的最高领导人 是中央主席军委主席 以及国务院总理 但是后来这个由于邓小平等人联手反华国锋 想把华国锋排挤掉 邓小平掌握了实权 这个华国锋在80年底到81年中 就半年时间 失踪作为一个党后国家最高领导人 没有露面 所以引起了外界的纷纷猜测 所以到了81年的这个建党节 7月1号露面的时候 已经被贬为所谓中央副主席 这个这么一个羞辱性的位置上 后来更是一节节往下点 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为止 所以 一个人的失踪在中国不是一件小事 尤其一个国家副主席的失踪 是个大事 这个大事背后有多少种 这个背景 比如说 是不是有政变 是不是有这个派系斗争 是否有权力斗争等等 所有的故事都存在 都可能 所以可见中共 这个红朝仍然是一个 我说过仍然是一个封建王朝 封建王朝就是一朝天子一朝城 换人 并不是看人的能力 也不是看人的作为或者贡献 看的就是对这个皇上是否忠心 是否是一条线上的人 你要是一条线上的人 哪怕你就是坏得像李鸿忠那样的 抢记者的笔 臭名昭著 专门跟人民作对 照样这个阿异奉承 能够得到重用 官制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 或者说你插得像蔡奇那样 这个这个专门整这个恶狠狠的 要整人民 要这个驱赶低端人口 要这个紧急的没改气 这个要把这个 对号称对民众要这个赤刀见红 要这个真枪实刀 跟民众干的 这样的这些官员 甚至闯下大户的这些官员 只要他能够忠于上面 他也是保住他的铁饭碗 根本不会启用什么 民导干部 能上能下的条例来对付他 这些条例只会针对政敌 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 完全是这个以帮派化戒 以派系化戒 以这个一人化戒 谁是天子 谁说了算 所以像李源潮这样的 但李源潮作为共产党的高官 也没有多少值得为他辩护的 这个尽管是具有改革派设臣 具有改革派设臣 曾经在89年同庆学生 同庆民族运动 曾经做了一段时间的板凳 但是作为共产党高官 他必然有 共产党体制内的所有的错和罪 他身上都有 但是可以看出 改革派官员被排挤出局 哪怕是有贡献的改革派官员都被排出局 所以看到政治气氛的变化 不要说民主 连党内民主都荡然无存 不要说 政治改革 连经济改革都大幅度的倒退 甚至前段时间我讲到环球时报的 总编 这个胡锡进跟不上了 都开始抱怨了 说自己说了毛泽东的这个就遭到围攻了 最近几天的胡锡进又抱怨了 说这个 上级部门给宣传口下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个不能报 那个不能报 今天这个不能报 那个不能报 这是胡锡进这样很左的人 都已经跟不上这个左的形式了 所以说我说胡锡进离秦城也很近了 不远了 所以说他的语言已经表露出这种焦虑了 紧张 所以说李源潮作为一个改革派官员 一方面是这个 这个可以看出这个中共的这个改革派的失势 改革派的出局 但汪洋是在四九大当上了政治局常委 也许他没有参加任何的 反习的动作 五年韬光养晦 另外呢 这个 其他方面无可挑剔 然后资格也到了 但是即便当了政治局常委也是个非常负贤的职 七个常委中最贤的贤才就是政协主席 那今年三月份 如果不出预料的话 汪洋将担任一个政协主席这个职位 橡皮图章 他在这个经济上的财干 外交上的财干 行政上的财干 完全得不到发挥 所以 这个改革派相当于被冷藏 而李源潮这个改革派是出局 甚至可能进大牢 这就是中共政治 仍然是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延续 仍然是 这个叫做什么 一人说了算 一言堂 这个极端的专制独裁 从这个小独裁者到大独裁者 或者从大独裁带到小独裁者 等等 中共的政治完全没有变化 而且 在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短暂的 这个进步之后 开始大幅度的倒退 越来越倒退 所以这是令 海内外中国人忧心忡忡的地方 或许 李源潮的命运就是一个缩影 就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 所以李源潮 是前途凶多吉少 这个在两会 之后 就给看出端倪 今天大家要谈论房峰辉 谈论那个张阳 谈论这个孙政才 现在都是过去式 现在一个进行式 或者一个未来式 一个重大的看点 就是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秘密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